当年红遍国内外的一部继承者们,想必大家一定而也追过,剧中女主角的扮演者朴信慧应该取而备受关注,就连之后出演的皮诺曹,一有红透大江南北,较好的颜值加上精湛又出色的演技大获好评,并且在之后的演艺生涯, 中都有着不错的资源,近日朴信慧出席电影试影会,我们来欣赏一下女神的美颜吧,小编认识朴信慧是在继承者们这部剧里,当年朴信慧清纯而又动人,那美貌特别吸引眼球,时隔多年朴信慧的颜值依旧没变化,只是多了一份成熟的气质,秀丽的黑色长发,随意散落在肩上格外甜静可人,白皙红润的肤色凸显的气色很是迷人,还是当年女神般的模样, 可真是让人深深着迷了,对待镜头大方打招呼十分情切,身穿灰色格纹西装,显得非常成熟又干练,宽松的设计看起来十分大气,那搭黑色短替简单又沉稳,看似很简单的搭配,但是,想要穿出时尚感,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, 一旦穿不好就肯定涂到吊涨,但朴信慧却给人眼前一亮的美感,搭配黑色休闲裤简单又舒适,不过这一条宽松的裤子却被朴信慧穿出了紧风感,难道朴信慧又胖了,竟把宽松纸筒裤穿成紧身裤,随后网友直言腿太粗,好在女神颜值在现的了,即便是被书成腿书,依旧美到不像话呢,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朴信慧的一品是蛮不错的,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吧,这件白色毛衲大衣,也是非常的大气有发,衣领处独特的剪裁设计,将毛泥外套显得质感满满,外套的长度直达脚踝,将整个人身高展现得非常完美,这样的大衣对于高个子的人来说绝对是一种优势,手拿蓝色包包给整体装扮加分不少呢? 换上这件淑女封条信慧,照样轻松能驾驭,格文匹装裙是众多女明星喜爱的单品之一,穿上不仅立线细致,整个人看起来更是格外迷人亮丽